这里是人类的外星监狱 关在这的犯人没有说话的权利 他们的嘴巴被铁锁封住 还要不分昼夜的采集矿石 而周围的看守时刻都在盯着他们 只要有人偷懒或者不听话 看守便会启动设备 将犯人拖进碎石机内当场做成肉线 这天 争权失败的哈德将军也被带到了这里 可他眼神中没有显现出半点慌张 因为关在这里的都是他曾经的不祥 突然囚犯起身朝着看守发起攻击 同时将军也向远处的狙击手发出指令 随着一个个的看守被击倒 其余的囚犯也起身反击 眼见事态无法控制 看守赶紧将碎石机启动 只见所有绳索开始向机器收容 凯特赶紧上前关掉保护 结果自己同样被锁链拖走 顺手抓起一旁的短枪 只见呼呼作响的风扇越来越近 凯特毫不犹豫地朝着小腿来了一枪 接着忍着剧痛关掉了设备 谨慎地看守当场傻眼 嚣张地将军凭空一指 不久过后凯特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缺失的小腿已被机械替代 同时将军拿出造型奇特的仪器 将凯特嘴上的铁锁解除 原来他的父亲也是将军的部下 现如今被关在数亿公里外的太星球 想要救他的父亲 需要凯特帮他们窃取飞船的核心数据 而存放数据的飞船名为箭头号 明天一早便会发射 为了能够救出父亲 凯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很快飞船来到了外太空 凯特也成功潜入到飞船内部 先将飞船防御系统关闭 成功地将资料下载 结果就当凯特向将军传送数据时 整个船舱突然晃动 同时系统自动将休眠舱抛向太空 原来资料被到飞船启动了自毁程序 吓得凯特赶紧躲进逃生舱 随着引擎的启动 凯特伴着休眠舱一同冲向眼前的星球 当他从昏迷中醒来 跌跌撞撞地跑出舱外 发现这里四处荒凉毫无生机 不知他在这里将如何生存 男人慌张地跑出逃生舱 发现眼前的星球四周荒凉 平级的土地上毫无生机 而生存的母舰也开始坠落 可没等他多想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差点让他晕过去 赶紧逃回飞船 原来这个星球的空气中含有毒气 过量吸入会导致身体麻痹 这使人工智能提醒凯特 在不远处有一个坠毁的休眠舱 或许那里会有满足生存的物资 结果当凯特赶到那里时 发现休眠舱已经破损 里面的船员坠下悬崖生死未至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敲击声 原来是生物博士艾莉 凯特赶紧将他救了回去 看着始终藏在心底的女人有些失神 轻轻将他唤醒 结果醒来的艾莉却好像不认识他 通过瞳孔扫描获得了飞船权限 发现剩余的氧气已不足12% 这使人工智能找到飞船的坠落地点 那里不仅有充足的补给 甚至还有未被破坏的逃生舱 这样他们便可以逃离这颗星球 此时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 结果凯特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座石碑 就犹如凭空出现的一般 正散发着诡异的颜色 可艾莉不打算在此浪费时间 焦急地催促凯特离开 不久之后他们找到了箭头号飞船 可这时整个大地突然震动 身后的凯特也不知踪影 结果在远处洞口发现了他 此时正被神秘生物拉扯 艾莉赶紧上前营救 结果凯特还是被拖进了洞中 看着手上的检测器艾莉只好独自离开 结果返回舱早已升空 独自一人回到舱内 此时的氧气已经耗尽 悲伤的他摘下头盔等待死亡的到来 这时凯特的检测仪突然工作 也就意味着他还活着 顺着脚印一路来到了石碑附近 漆黑的周围显得石碑更加的诡异 果然发现凯特趴在这里 就连断掉的脚也完好如初 作为生物博士立刻对凯特进行检查 发现其体内被神秘生物寄生 甚至两种物质正在融合 也就是生物共生体 待到凯特完全苏醒 艾莉根据他的种种表现做出大胆的猜想 二人再次来到石碑面前 随着一斧子的披下 果然死去的舰长也在其中 赶紧将他运回飞船 拿出扫描一对准舰长的瞳孔 成功启动飞船的引擎 凯特一心只想去解救父亲 打算立刻离开这里 可这时艾莉白莲花盛开 坚持要求把舰长一同带走 无奈护花使者只能做到底 结果醒来的舰长情绪反常 嘴里不停地说着奇怪的话语 二人刚要上前安慰 结果舰长扣动了扳机 躲闪不及的艾莉瞬间倒地 凯特没来得急悲伤 发现自己胸前也被贯穿 不知过了多久 当凯特再次醒来 发现艾莉死去的地方只剩下白骨 如今他也只能面对现实 通过人工智能得知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启动的引擎早已没了动力 重生后的凯特除了孤独 留给他更多是身体上的变化 男人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星球 贫瘠的土地没有丝毫生机 陪伴他的只有眼前的人工智能 重复的生活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 试过无数次的放弃 结果每次的死亡都会在原地重生 如今生活中仅剩的乐趣 便是提着爱人留下的头盔 看着漫天飞舞的萤火虫 在孤独与痛苦的催化下 凯特的身体也逐渐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痛苦也愈发频繁 然而星球上变异的不止他一个 当初的舰长已经完全变成了怪物 凯特虽然心里不愿意与怪物为伴 但每次抬起的枪口依然放下 或许只有他的存在 才能证明自己依然活着 直到这天 人工智能洛夫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三年前的夜里爱丽并没有死 而是突然不告而别 这让凯特瞬间燃起了希望 接着说出舰长是完全供身体 即使身体被摧毁但意识还在 意识也会重新寄生在新的身体里 想要将它消灭需要找到它的本体 如今知道一切的凯特只有苦笑 质问洛夫为什么过了三年才告诉自己 天亮凯特带着洛夫来到了山洞 经过探查发现了可疑的电磁信号 结果没等他反应过来 化身怪物的舰长一头撞翻洛夫 接着一口咬向凯特的手臂 危机时刻凯特一把抓住斧子 成功将怪物斩杀 这时整个山洞突然传出一阵低吼 顺着声音一路寻找 结果眼前的荧幕颠覆了他的认知 他与舰长的本体都被镶嵌在墙壁中 而一旁发光的石头正是意识存储器 弄清一切后伸手解决了舰长 带着自己的机械腿离开了山洞 而在返回的途中 洛夫的系统突然受到干扰 发现正是凯特手中的甲只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颗脉冲手雷 而就在这时 一艘艘逃生舱突然坠向地面 这让凯特更加无语 三年前已经发射的逃生舱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坠毁 而这时又有一艘飞船降落 来的人正是哈德将军 原来这颗星球早已被安置时间膨胀起 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外太空只过去了数十分钟而已 本来计划要将犯人投放在这里 让他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现在让凯特把拿走的数据交给自己 可如今凯特已经不再相信他 愤怒的将军只好将他带走 同时抓来艾莉威胁凯特 看到心念的人还活着 不忍心看到他在受到伤害 凯特只好说出了数据的位置 结果传输数据时突然提示需要口令 气愤的将军直接按下引爆装置 结果倒数的声音却在他身后传来 接着一声巨响当场被炸飞了出去 而此时的士兵还在挑衅 将艾莉的面罩摘了下去 这也导致凯特直接爆发 随着人工智能显示的进度 凯特与寄生体瞬间融合 完完全全成为了一只怪物 直接将士兵一口解决 舱外的智能不断呼唤凯特 希望可以将他唤醒 结果却被失去理智的凯特一头撞翻 艾莉只好小心翼翼地上前安抚 凯特心底的情感也在慢慢涌现 随着体能的不断减弱 凯特也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一切风波都将结束 凯特也将智能重新修理 一同坐上飞船去营救自己的父亲 本片上映于2016年 由于追求精简却也导致漏洞百出 很多细节并没有完全显现 比如作为生物博士的艾莉 当看到橙色石碑时丝毫不感到惊讶 而在山洞旁发现的植物 也正是他实验中的一种 以此推断 他与洞内的寄生体必然有着某种联系 或许他才是本片中的关键人物